全能神说 耶稣来在人间 带来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 在末世 神又道成了肉身 这次道成肉身 结束了恩典时代 带来了国度时代 凡是能接受 第二次道成了肉身 就被带入国度时代之中 而且能亲自接受神的带领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 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阿们 阿们 神的话说得很清楚 主耶稣做的是救赎工作 只是赦免了人的罪 并没有除去人的犯罪本性 还需要主漠使再来 做审判捷径的工作 赐给人更多的真理 解决人的罪性 使人彻底脱离罪的捆绑 不再犯罪抵挡神了 成为顺服神 敬畏神的人 这样 人才有资格进入神的国 是 以往我不认识神的做工 认为信主罪得赦免 一信称义就可以进天国 可我信主十多年了 还是常常犯罪 实行不出主的话 想到神是圣洁的 非圣洁不能见神 像我这样活在罪中的人 主来时 真能直接被提进天国吗 我就很困惑 但也看不透是怎么回事 直到我读了 全能神的话才明白 原来我信神 差了一步最关键的工作 没有经历 就是神末世做的 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我们信神 必须得经历神末世的审判 败坏心情得着捷径 才能蒙拯救进天国 我来谈点自己的经历 好 我从小就和父母去教堂聚会 喜欢听弟兄姊妹 交通主的话 结婚后我和丈夫 也是以教会的事工为先 教会中大大小小的服饰 我们都积极参加 可是渐渐地 我发现牧师讲道干干巴巴 老生常谈 还常常鼓动我们奉献 关心钱财 远远胜过关心我们的生命 牧师长老之间 争讲台 争地位 互相勾心斗角 弟兄姊妹来聚会的 越来越少 来了也是说些 家常里短吃喝玩乐的事 要么就是在听道的时候睡觉 我自己也是感觉不到主的带领 参加教会服饰总觉得很累 实行不出主的话 活在犯罪认罪的情形当中 尤其是看到丈夫下巴一回到家 啥事也不做 就一头扎进网络游戏里 我忍不住就会指责教训她 用命里的口气 让她做这个 做那个 丈夫不听 我心里的火气就更大了 甚至看到丈夫做事慢 我都不能包容她 总是抱怨她 做事效率太差 丈夫常常指责我说 你幸祝这些年 没什么变化 我心里也很受责备 想到主耶稣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母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母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主教导我们 不要总看别人的短处和缺少 要多多省察自己的不足 可当丈夫说话 做事不合我意识 我就怎么也包容不了她 还常常冲她发火 和她争吵 我们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糟糕 我心里也很痛苦 想到神说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非圣洁不能见主 可我守不住主的教导 实行不出主的话 还常常犯罪 脱离不了罪的捆绑 像我这样的人能进天国吗 想到这些啊 我心里就感觉很不安 有一次聚完会 我就把自己的难处和牧师寻求 牧师说 你不用担心 虽然我们还常常犯罪 但主耶稣已经赦免了 我们一切的罪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我们多向主祷告认罪 等主来时啊 照样能提及我们今天国 听完牧师的话 我心里还是很困惑 圣经上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记就在没有了 圣经上明明说 人不实行主的话 故意犯罪 赎罪记就没有了 那常常犯罪的人 真能被提进天国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犯罪的问题 就努力地按着主的教导 实行包容忍耐 可怎么也实行不出来 痛苦中 我再次找到牧师 他无奈地摇摇头 说 关于犯罪认罪的问题 我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就连保罗都说 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我们犯罪也是身不由己 你还是多向主 悔改认罪吧 我也会为你们 多祷告的 听了牧师的话 我感到很灰心失望 痛苦中 我向主祷告 主啊 我也不想犯罪 可我实在是 无法控制自己 我活在罪中很痛苦 不知道该怎么摆脱 我很怕这样下去 会被你撇弃 主啊 求你拯救我 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起头啊 2018年五月的一天 我在网上 认识了苏三姊妹 我们经常在一起 交通圣经 姊妹对圣经 有独到的见解 交通得很有亮光 我就把自己的苦恼 和困惑 都向姊妹寻求 说 我信主多年 可是连保证忍耐 都实行不出来 还常常犯罪 我很担心 自己进不了天国 牧师说 主耶稣赦免了 我们一切的罪 只要我们多向主 祷告认罪 主来时 就能提借我们进天国 可我心里 还是很困惑 你对这个问题 是怎么看的 姊妹说 主耶稣赦免了 我们的罪 这不假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圣洁了 不再犯罪了 主耶稣说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 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 住在家里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 罪得赦免就能进天国 而是明确地告诉我们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可见 因信得救 罪得赦免就能进天国 这是人的观念想象 没有神话根据啊 我们信主多年 都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人信主 罪得赦免以后 仍然活在犯罪认罪 认罪犯罪这样的情形中 这就足以证明 人信主罪得赦免 不等于人就脱离了罪的捆绑挟制 更不代表人已经得洁净了 神是圣洁的 神绝对不会把 还能犯罪抵挡他的人 带进天国 只有顺服神 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有资格进天国 听着怎么交通的 我心想 是啊 要是神把我们这些 常常犯罪的人 带进天国 那神的圣洁 又怎么体现呢 是啊 是啊 紫梅接着交通说 虽然我们也向主 祷告认罪 努力地实行主的教导 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还是摆脱不了 罪的侠制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接着紫梅给我 读了几段神的话 咱们读一下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 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 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 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 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在人的罪 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 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人虽然都经过了救赎 人的罪都得着了赦免 这只能说 神不纪念人的过犯 不按着人的过犯 来对待人 但人活在肉体之中 没有脱离罪 只能是继续犯罪 不断地显露撒旦的败坏性情 这就是人所过的 不断地犯罪 也不断地得着赦免的生活 多数人都是白天犯罪 晚上认罪 这样 即使赎罪季 对人来说永远有效 也不能将人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只是完成了 拯救工作的一半 因人还有败坏性情 人的罪不容易发现 救人这些根深蒂固的本性 人就没法发现 非得借着话语的审判 来达到果效 这样 人才能从此起头 逐步达到变化 借着这一步审判刑罚的工作 使人对自己里面 污秽败坏的食指完全认识到 而且能够完全变化 成为被洁净的人 这样 人才有资格归到神的宝座前 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人能够得洁净 让人能够有变化 借着话语的审判刑罚 借着熬炼 脱去败坏得着洁净 这步工作 与其说是拯救的工作 倒不如说是洁净的工作 阿们 读完这几段话 苏三子们交通说 虽然我们都经过了主耶稣的救赎 所以得着了赦免 但支配我们犯罪的撒旦本性 并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还能常常 身不由己的犯罪抵挡神 实行不出主的话 恩典时代 主耶稣做的只是救赎工作 将人从罪中赎了回来 使人脱离了律法的定罪捆绑 能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 享受神赐给的恩典和喜乐 主耶稣虽然赦免了我们的罪 但我们的撒旦性情 撒旦本性还没有解决 还是特别地狂妄自大 自搞自恃 弯曲诡诈 自私卑鄙 把自己看得很高 什么事都想自己说了算 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 一旦别人做事不合己意 就能教训人 挟制人 还常常地说谎欺骗 和神祷告 说空话 许空愿 说什么要顺服神 爱神 其实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自己得利 为神有点花费撇气 也是为了得福进天国 享受主的恩典就高兴 临到灾难试炼 就消极发怨言 甚至否认神 背叛神 这些撒旦性情 比罪更严重 更顽固 要是不解决 人随时都能做个抵挡神 还是属撒旦的种类 又怎么能有资格尽神的国呢 是 所以主耶稣应许 他必再来 漠视基督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发表了 捷径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主要就是解决败坏人类的 撒旦性情 撒旦本性 从根源上 解决人类常常犯罪 抵挡神的问题 彻底捷径人 拯救人 把人带进天国 阿们 全能神的说话做工 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还有彼得前书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我们接受末世基督 全能神话语的审判 就能得着真理 撒旦性情得着洁净 才有资格进神的国 听苏散姊妹交通的 都是心亮光 完全符合圣经 我心服口服 明白了恩典时代 主耶稣做的 只是救赎工作 并不是解决人 犯罪本性的工作 人信主 只能达到罪得赦免 经历神默示的审判工作 才能解决犯罪的根源 脱离罪恶得着洁净 我恍然大悟 原来我信主 还差一步工作 没有经历啊 是啊 是 听姊妹交通说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发表了许多真理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来捷径拯救人类 最终把人带入神的国度 我心里特别激动 赶紧向姊妹寻求 全能神是怎么做 漠视审判工作 来捷径人的 姊妹给我读了 两段全能神的话 咱们一起看一下 神此次道成肉身的做工 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 来发表他的性情 在此基础上 带给人更多的真理 只给人更多的实行 以此达到他征服人 拯救人 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 这是神在国度时代 所做工作的内幕 漠视基督 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 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等等 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揭露人 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人 本是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 本是神的敌视力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 就到进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 对付 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 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 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 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有真正的认识 审判工作带来的 是人对神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是人对 背逆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使人对神的心意 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 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人的丑恶嘴脸 这些工作的果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 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就是神做的审判工作 阿们 读完这几段话 苏三子妹交通说 默示全能神 是发表真理来做审判工作 全能神发表了 竭尽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揭开了神经营工作的奥秘 揭示了人类被撒旦 败坏的实质真相 揭露解剖了 我们抵挡神的撒旦本性 本性里有哪些撒旦性情 撒旦毒素 这些撒旦毒素 能产生哪些败坏情形 思想观点 这些东西该怎么解决 神的话还把 什么是顺服神 什么是真是爱神 怎么做诚实人 等各方面真理都阐明出来 给我们指出了 脱去败坏性情 达到蒙拯救的路途 同时也向人类显明了 神圣洁公义 不容触犯的性情 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逐渐明白真理 对自己被撒旦败坏的实质真相 有了些认识 恨恶自己 被撒旦败坏太深 扑倒在神的面前 懊悔自己 向神悔改 注重实行真理 败坏性情逐渐得到了一些 捷径变化 对神也有了一些敬畏和顺服 犯罪抵挡神越来越少了 子梅还给我讲了他的经历 说他以往也总觉得 自己比别人强 凡事以自己为中心 强迫人接受他的观点 要是不听就排斥教训 给人带来的都是痛苦和挟制 接着神话语的审判揭示 他认识到自己是凭着唯我独尊 老子天下敌意 这些撒旦逻辑法则活着 心情特别狂妄自大 谁也不服 总把自己的观点当成真理 让人听从顺服 没有丝毫敬为神的心 更没有一点理智 让神验憎 人也反感 总让人听从顺服自己的 这就是典型的撒旦性情 撒旦就是狂妄自大 老是想跟神平起平坐 想管控人 让人都听他的 都敬拜他 遭到了神的咒诅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性质后果 他才感觉到害怕 开始恨恶自己 注重实行真理 再和别人相处说话 就低调了许多 不像以往 那么小瞧人挟制人了 别人说的对符合真理 多数时候都能接受 和人相处也融洽多了 感谢神 听姊妹交通全能神的话 和她的经历 我心里亮堂了 原来神是发表话语 来审判 捷径我们的败坏性情 神这样做工拯救人 太实际了 阿弥陀佛 我信主多年 始终摆脱不了罪的捆绑 活得痛苦不堪 现在我终于有路了 感谢神 之后我每天都在 在手机APP里看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全能神教会的福音电影 听诗歌 还经常和弟兄姊妹 一起聚会交通神的话语 我感受到了圣灵的做工代理 明白了许多信主多年 都不明白的真理奥秘 感觉特别享受 我从心里印证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 阿弥陀佛 后来我又读了许多 全能神的话 对自己的狂妄性情 有了一点浅显的认识 看到我常占地位教训人 这就是撒旦性情的流露 是神验证的 我就向神祷告悔改 不愿再凭着撒旦性情做事 总把眼光盯在别人身上 这样太没有理智了 再看到丈夫打游戏 或者做事不合我意识 我就向神祷告 把心也安静下来 心平气和地和他谈 有一天 丈夫突然跟我说 你变了 自从你信全能神后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不像以前 那么爱发火教训人了 临到什么事 也能商量着来了 谢谢神 我在心里 咬不住地感谢神 我知道这都是神的话语 在我身上达到的果效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丈夫看到我的变化 她也读全能神的话 接受了神的漠视做工 感谢神 后来丈夫在神的话中认识到 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是撒旦引诱人 控制人 败坏人的一种方式 对网络游戏的实质 和玩游戏的危害 有了一些认识 不再像以前 那么沉迷网络游戏了 现在我和丈夫 不再吵架了 我们经常在一起 读神的话语 互相交通 有什么难处 问题 就在神的话里寻求真理 寻找解决的路途 我真是感受到 全能神做的审判工作 正是我的需要 对于我们德捷径蒙拯救 实在太有必要了 是 我终于找到了德捷径 进天国的路 感谢全能神 感谢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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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